花莲受风乡岩辽偏僻山境的福德庙 有绝佳的地理位置 一边是一望无尽的太平洋海景 另一边是俯瞰纵谷美景 是一个非常好的秘境赏景地 有着花莲最美福德庙的美称 也因此成为IG打卡景点之一 不少的信众都慕名参拜 春节期间参拜的民众更是络绎不绝 居庙房表示春节期间 一天的参拜信众可达5000人以上 初一道初三到福德庙的山路上 甚至塞满了车 福德庙内供奉福德政神跟虎爷 在地的民众特别选在年初四来迎财神 对今天特别上来 那是住哪里啊 我们就住花莲 那怎么到这边 就是有人介绍说 就是这间财神庙 就是可以帮助工作事业 然后政财顺定这样子 拜财神尽量就是 其实重点是新城则林 那拜拜就是有准备鸡猪生 就是鸡猪鱼三生 然后甜汤年糕 桂圆枣子素果 来给他拜拜 尽量就是水果方面就是 不要有番茄 芭樂 还有石鸡猪那个多籽的水果就尽量不要 我们的虎爷公也是非常超级超级的四次宋采同志 我们的虎爷公真的是非常的有宁愿 拜拜来这拜拜都会去拜拜虎爷人虎爷蛋 虎爷蛋生蛋生的鸡蛋 然后拜拜然后都奉献在这边然后大家都分享 分享给大家吃虎爷人大家回去就是平安健康 虎爷 预估都有五千人以上 五千人以上尤其是初一到初三的当下 那时候真的是国道没有塞车 苏花没有塞车 是我们三里福德庙这段路在塞车 塞得很严重 很宁愿很好的一个景点 因为福德庙供奉虎爷也是有名的宋财同志 来拜拜的人都会准备一份生鸡蛋 俗称的虎爷蛋 回去分享拜过的虎爷蛋 让大家能够平安健康 有好丫 记者林杰收工箱才能很好